歡迎大家收看鞋子裡鞋的頻道 既上次已經分享過Vetro五一 狗爪跟貓爪的外貌之後 今天我們就來分享四鞋吧 然後這兩隻可愛的筆 再看一次吧 有沒有發現狗爪跟貓爪的差異 就是狗爪上面是有指甲的 很新的差異 好可愛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做貓爪的刺寫 那貓爪 是鋼珠筆 然後它出 怎麼把筆件用出來呢 就是後面旋轉 好出來了 那我們就來刺寫 然後這上面的刺 都是由這隻鋼珠筆寫出來的 筆 這張子68克 試寫 然後你可以看它出現 是M筆 那我們實際去寫看囉 然後再畫一次 現在這是很順暢的 然後你可以看 好我們寫個中文字 點 點 橫 樹 勾 漂 撇 豬 賣 我不能覺得這一隻筆 蠻適合寫中文的 感覺可以寫出 那就是這種輕輕的點啊 可以讓你的中文字變好看這樣 那是一隻很滑順的筆啦 所以如果是你喜歡貓 或者是你想要把字 中文字練好 這隻筆你可以 來練字喔 然後 每次看到這種 這麼可愛的筆 變練字的時候 心情一定會很好的 好 這是貓爪的試鞋 接下來是要試鞋 這是Retro-V的狗爪鋼筆 好 這個試鞋板上面 這些字都是由這支鋼筆寫的 然後筆就是 X肩 然後四鞋的墨色是 中秋 我們也是用花串子 XBOX的鞋 那 我們先打開在這裡 好 他是選蓋 除肩 OK 我們來試鞋一下 他的粗細大概是這樣 就是歐龜的粗細 F簽 基本上也是很順暢的 滑順 他寫起來有一種 硬調性 然後 就是 有一種色感 而我說他的色感 跟 大家比較知道的熟知 白金3776 的那種色感 是不太一樣的 白金3776 是一種有點銳利的 然後 這個Retro-51呢 我覺得是 還算 溫和的一個色感 這樣子 然後 假如身旁有 百利金的 M205的話 也可以 比較一下 他比他稍微 硬一點 然後 粗細的話 會跟他一樣 這邊 剛好有 這個百利金 M205的 可以看一下 除細是F簽 這也是F簽 所以是一樣的 今天呢 就是寫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的選 在選購上有些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